大家好 今天超级飞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玩具呢?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面包超人的煮饭电饭包 让我们来把超级飞侠乐迪变形一下 那你们知道乐迪是怎么样变形的吗? 饭煮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惊喜玩具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变形蛋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哇!他有两只眼睛 然后有好多只脚 变形好了 这是一只动物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它和乐迪长着一样的颜色 这是一只红色的动物 那我们给大家一点提示 这是一只海洋的动物 它曾经出现在海底总动员里面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是超级飞侠多多 多多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玩具呢? 让我们来把多多变形一下 变形好了 那你们知道多多的职业是什么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多多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玩具 这是一个黄色的变形蛋 这是一个黄色的变形蛋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出现了 这是什么动物呢? 它长着锋利的獠牙 它的叫声好可怕呀 它和多多是一样的颜色 让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动物吗? 这里给大家一点提示 它是生活在冰河时期的一种动物 接下来是蓝色的超级飞侠 给我们带来惊喜玩具 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玩的玩具呢? 让我们来把酷飞变形一下 那你们知道酷飞的技能是什么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酷飞的电饭包里面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玩具 这是一个蓝色的变形蛋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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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头出现了 头上还长着三个角 原来这是生活在白二纪的三角龙 它和我们的酷飞一样是蓝色的 那你们知道 这只三角龙脖子上长得像盾牌一样的 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玩具的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玩具的 是绿色的小青 小青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变形好了 那你们知道小青的技能是什么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青的电饭包里面 会是什么玩具 哦!出现了 这是什么呢? 这好像是米饭 原来是可爱的面包超人的米饭 这上面有海苔 还有肉呢 正好我肚子饿了 让我来吃一下 嗯!好好吃啊! 让我再来煮一次 这一次又会煮出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煮好了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绿色的变形蛋 它的身上还有一点红色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变形来看一下 这一只动物也有四只脚 哇!它的尾巴还有四个尖刺 它的头出现了 原来这是一个绿色的变形蛋 这是剑龙 它的背部还有红色的甲板 剑龙是死草的动物 它和小青一样是绿色的 那这是一只很温顺的恐龙 出现了是三头龙 原来啊 熊二派出的是它非常强大的三头龙怪兽 这下子超级飞下热迪 和多多都要感到害怕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三头龙啊 我们看 它有三只头 可以喷火的三头龙呢 热迪这时候感到非常的害怕 多多说 没关系 我也要带来一只非常强大的变形蛋 看我的变形蛋 这时候多多派出的是一只动物的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样的动物变形蛋呢 原来多多派出的是远古的剑齿虎啊 这是一只猛兽呢 看它能不能打印我们的三头龙 三头龙这时候看到剑齿虎攻击过来 它飞了起来 三头龙喷火了 剑齿虎在三头龙的攻击之下 变回到了蛋的形态 这个回合是我们熊二的 三头龙赢了 多多带着它的剑齿虎 变形蛋 回去疗伤了 谢谢大家